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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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做一个小的调查 有谁听说过我的吗? 用过的吗? 基本上是一块一块 这是今天我给大家简单的一个议程 我会简单介绍一下我知道 什么是Oword 然后大家知道OpenStack和Cloud Computer 非常的火 那我简单说为什么Oword也能存在 或者说为什么 在OpenStack这么火的时候 我们选择Oword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架构 包括它的功能 然后介绍一下它的社区背景 包括甚至是 怎么去做一个培发者 我叫李建上 然后 所有的中国的国外的社交媒体都要 我是 今买我账号 我是 没有 然后曾经在同前进的工作过 然后是一个扣官 像今天上午去到Skoma 我其实是一个OpenSource的一个步道者 就是会被人家彼此 然后 然后 C Person 然后接触了项目 然后接触了项目 Counter Picemaker CloudStack 还有现在的Oword OK 然后看一下什么是Oword Oword 它是一个大型的可扩展的 面向数据中心体的虚拟化的 主要是针对服务器 它是focus到KM上 也就是 它是目前来自 是我见过的 在KM里边 做的接近Wenware VSphere的一个 开源的虚拟化管理平台 商业的我不是特别清楚 KM里边的我可以说我吃过好多 然后它是进了母亲最后 然后它还有一个项目 就是它是RHEV的上一版本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提出来 这边我简单介绍一个 它的伸缩线 有时候针对我们程序也好 测试也好 或者是我们自己使用的时候 它的一个 当它是 当你只有一台主机的时候 一台Sore的时候 它是这么有价 就是你还能建一个 最左边是它的管理工具 然后你必须建一个虚拟的一个概念 它是数据中心 然后数据中心里面只有一台host 然后可以使用本地文件系统 也可以使用一些外挂的 像互养文件系统 然后你在上面可以起多个虚拟机 然后比较小规模的 假如说你有两台或是十台 甚至是二十台 但是你的重组环境比较单一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建一个 只有一个数据中心的 建一个cluster 然后多个主机 然后上面起很多虚拟机 最最复杂的环境 就是你可以拥有多个数据中心 也就是说当你拥有复杂的IT环境 比如说你有 像FC啊 或者是Case啊 或是ISCase 或是FC 或者是Net 或者你的网络非常复杂 这个时候你可以建立多个数据中心 每个数据中心有多个cluster 然后每个cluster有多个主机 目前来说 博尔特现在最大的项目是 是200台主机 这个相当于是非常大的规模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不是OpenStack 这块我解释过很多年了吧 就是从10年开始 就是解释到现在 这是总结了这么几年 跟很多人沟通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左边放的是 就是传统模式 右边是Cloud的模式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左边看成 Whoer的对应到场景 把右边看成OpenStack 那么它两个有一些根本性的区别 比如说State for State list 就是说我们去建一个虚拟化 在企业机里面 你的这个虚拟机 相当于原来的物理主机 比如说原来跑一个CRM系统 或者Email 或者是自己管理的一些系统 DRP 它是这个机器 它活着 就代表你的服务是活着的 但是呢 你放到Cloud 比如说AWS 或者OpenStack 这样的场景 它是不对某一台 VM 做任何的State 这种监控 然后活着 我不在乎你这个 也就是说我的业务 跟你这个虚拟机的状态 没什么关系 然后 就像刚才所说的 传统这些企业 它是对这个 VM本身的一个服务级别去作用的 而 融机上模式 它是不依赖于这个 你跟一个VM 如果挂了 我再起一个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那个 在传统企业机的时候 如果你要 保持你自己的业务 可能也就像 我们经常上一些 HA的一些板件 比如上一下的什么 路线或者其他 但是 在Cloud里边 我只是需要 在需要的时候 建立一个 instance 或者 我不需要的时候 我就上一个 instance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 概念 一个叫 scal 就是 在我们传统的 企业里边 就是我要扩展 我原来的服务器 不够用 比如说 它跑一个CRM系统 然后跑一个 MySQL数据库 然后跑一堆 接触机的应用 这个 当 那个服务器负载很高 访问量很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 传统的企业会怎么办 在每一个更好的机器 把CPU内充 或者内充 再添加 然后 放到Cloud里边 这个概念 就是相当于 scan out 比如说 然后 接下来 两个 就是 那么 传统的企业 这个东西 比如说 我是按年来计算 年一年 然后 Cloud的模式 比如说 AWS 宣传的好重要的概念 就是 pay and you go 你是按 比如说 我现在计算需要 我可能只上半小时 一小时 然后 最后 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 应用 就是说 也就是 Overt 它比较 适合于我们 现有的 企业局的架构 比如 解决一样 然后 很多互联网公司 现在都在往 这个 Service 或者是 它把CPU 内充 看成一种的sauce 就是 Rest for Service 这种方式 去随便调用 然后 那个 基本上 都是 专业术语 接下来 我给大家 打个比方 这也是 我们经常会打的比方 其中是两个 比如说 如果你是做虚拟化 比如说 偶尔这种企业级的 它 就像我们家里 比较养的虫 一样 当它生病了 回去 给它看医生 照顾它 甚至给它 买一些很好的带 然后 在Claude模式 他就想 大家叫我羊虫 我牛虫 它并不在意 某个个体 从活没从活 假如说 有个羊病了 你可能 直接就把它宰了 然后 成为东北灿 这是依赖比喻 还有一个比喻 就是 我不知道我们经历过那个 就是中国还没发展起来 没有高压电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是风力发电 或者亚马哈发电 那么 做虚拟化 就更像 倾向于 原来的这种 发电机这种模式 然后 Claude模式 更像是电厂 然后 当你发电机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就我一家 然后 但是当你电厂有问题的话 比如说 某年 AWN是有问题的 很多 比如说HeroCo Netflix 在很多厂上都得到管 这是关于那个 虚拟化 跟 Ars 或者是 Cloud Computer 的一个区别 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接下来我简单谈一下 OVER的一个架构 它的架构 不算太优秀 但是呢 它是 属于中央集权式 这种 就是非常的集中 大家看到这个 掌杆的中间这一部分 也就是EGBOS 它做的服务 关键数据库中的PUSGRASS 它这边跑了几个 Broker 跑了几个EGB 很重量级的 然后 我们看 Node Node下面的主要就是 Linux Kernel 就是 加QM 然后 WOMO代的 Cuminal 然后上面 在虚拟化 虚拟机生命周期管理 这块 HOST Agent 它做了一个项目 叫VDSM 这VDSM呢 它可以 管理 还有网络 重组 我们知道虚拟化 就是三大块 计算之间 网络之间 重组 然后它是用VDSM 这么一个 HOST Agent去完成 右下角 右下角 我们知道 Space 在哪个 K圆里面做VDI 是相对来说的选择 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这个声音 视频处理 包括网络的这种 压缩 减压缩 还做的还可以 现在它是直接去连HOST 现在它是直接去连HOST 因为Space Server 是跑在空门上的这个服务 这上面 它那块 关于用户这块管理 它保存数据库里边 没写任何程序 它直接挂的是 未挂 或者是微软的AD 甚至是IBM 这种 Dictionary Server 或者是 任何自己的IPA 这块 最后简单说一下 它的那个 重组 在重组里边 就是 偶尔的做的是 目前来说是 管理的最全的文件 我刚才提到 小Local Linx保生的 EFT34 然后 XFS 它还支持Posex标准的这种 假如你用 像IBM P NFS 和RTAS 这些东西都可以 然后 还有一点 它就是支持Block 设计这块 比如说 VipChannel 它也是支持 你换给它 包括这些 这些功能 都支持 还有 比较流行的 说 Soft Design Storage 像开元件 就是 SIM 或者 Glaster 它都是支持的 同属这块 它集成了一个界面 管理这么多 然后 最上层 它提供对位的 有一个 两个Poto 就是 像是用 谷歌的GWT 这块 写了一个复刻端 几乎 刚才谈到它的中央集权 它在这个界面上 你可以干你任何想做的事情 从添加主机 管理主机 到管理虚拟机 管理网络 管理创作 当然 现在 不提供 以来是API 就不好意思 自己是一个 做软件 还有 开元件的 像SDK 加网的 Pancent Ruby 可以支持 这是 我简单截了一张图 就是 管理员模糊 大家看到 这个非常复杂 接下来 简单描述一下它的功能 这个 就是 我原来 给这边 总背的 那个slide 我大概有 70% 是出了它的功能 非常的多 所以最后 我干脆取消了 我就直接贴了这 然后讲一些 大家可能比较吸引的 包括它新版本的一些 笔条 重要的 这种管理 就是说了 像高可用 高可用 就是 不管你是虚拟机故障 还是主机故障 甚至是你虚拟机 跑的应用程序 的故障 这个 它都可以搞定 对 弹讯化 其实 直视迁移 其实是 大家都会提高一个概念 好像挺进行 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 其实要求你的物理环境网络 是非常高的 而且 就是经常有些用户 为了自己省钱 两个机器 比如说 好几个主机 其实你装虚拟机 它跑满了 迁移 你这边 有问题了 迁移到里面 起车里面起来 所以说 这个 吐槽 然后 讲那个Storage 这个 非常的有用 像 负载均衡 这个 Overt 它实现了 两种 就是 一个是 平均分发 所谓的平均分发 就是 它自己在 中央这边 计划经济一下 你各个主机 把一些 自己的状态 报告上来 然后我做一些算法 分析下去 就是 告诉你哪台机器 能起虚拟机 哪台机器 不能起虚拟机 然后 最主要的保证 每个 都是平均分发 还有一种就是 闪电模式 所谓的闪电模式 就是说 在很多情况下 业务就是在 负载比较低的时候 它可以把 比如说 你设个贩值 20% 当这个CPU负载 或者内存 低于这个贩值的时候 我把它在机器上的虚拟机 迁移到别的机器上 然后把它在机器上 进行闪电模式 或者是 关机 然后第二天 在机器上再起来 关于电源管理这块 就是 这是 RH1 像 Fedra 一个 关键的思路 它就会把 流软件 把一些电源管理管起来 这个就是说 我们知道 做极穹的时候 H1 已经 会发生一些脑裂的情况 脑裂的情况 有各种措施吧 是吧 但是 燃汉的这边 或者是 Peachmaker也好 或者是 一般的设计师 或者是 当发生脑裂的时候 我都把对方给毙了 因为这样 就是说 当你供应重塑的时候 如果你两台机器不同性 那么 都有可能去写数据 那么 这个时候 可能同时出现 把数据写过去 所以说 电源管理这个 主要的这些电源场上 包括一些 物理服务器的 监控这种 像 惠普I-Low 戴耳达 RC 都是 然后剩下 比如说 魔法 还有精解之败这种 精解之败这种 精解之败就是说 我本来原来有 100G的硬盘 然后 剩下 如果我建虚拟机 每个分给它 20G的时候 那么 就可能 我这项D6 就可能不够用 其实在 我台不一定 每台装画系统之后 都能用到20G 那它这个就 我先每个给你分50G 我按虚去用 这个是 现在虚拟化里边的标派 snapshot 这个当然对测试来好 或者是我们自己 开发做一些东西 我这边只是列出一个最基本的虚拟化内容 包括它现在刚翻过了3.4 支持POWER架构 CPU HOT PLUGIN CPU HOT PLUGIN 这个CPU HOT PLUGIN 这个是蛮好 在scan-up里边 其实原来你加一个 就是你支援缺少了 你还是需要重启一下练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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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参非常的多 比如它就是那个 大家有兴趣可以 点那个帽 大概有 现在目前 就是 这个连接大概有 二三百条那种 非常的多 有一个很细致的 技能员可以去观察 嗯 嗯 嗯 然后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这个历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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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历史上呢 偶尔有两个办法 嗯 在2008年 软历市的搜购 公司的公司之前 Word是其实是自己 用Ruby Arios 写过一套Word 写的其实更 嗯 嗯 就更现在的 OpenStack这种思路差不多 比如说 各个组件用message 可以连起来 然后 各管各的 但是Combinant這個公司大家知道 以色列的非常天才性的公司 在2007年就貢獻給KANOE MOD的顯示 然後它是開發KRM 然後它自己處理的基於温度式版的 管理工具 之後 被紅帽收入之後 大概花了一年多兩年的時間 原來是Windows下Dermat這種 你看到RTEV2.0的時候 其實也跟現在的像VSphere 這家公司開發KRM的協議 都是很強的 但是在11月份 在12月份 當然它經歷了一年多兩年 從Dermat的平台遷移到加瓦上 把長根中央的過程全部遷移到加瓦上 然後在接下來三個月 在12年 南Hat 八月份發佈了它的3.0 也就是 沃爾特3.0的 第一個 社區版正式release 當然 現在好像每半年一個版本 都很流行 像Bender 12月份 然後Postec 其實沃爾特也一樣 每半年發佈了一個版本 12年的8月份 發佈3.1 然後13年2月份發佈3.2 現在目前的Stable版是3.3 3.1 我這邊列出的具體月份 它是第一個版本 它發佈了 其實按照社區的慣例 它還有至少大半年的小版本 還有8個FIX 其實3.3 它的最後一個版本 是3.3.5 最近的一個Stable版是3.4.1 像 有些新的Facer 比如說 它把管理端做成一個 Uplence 器架 然後 你裝的時候 物理主機上 Halfware上 它是以這麼一個形式 以虛擬機的形式去起來 然後在機球裡邊 它把這個 Uplence 標記成永遠高可用 只要我這個機球裡邊 有的主機活著 這個主機必須有 然後它反回來 它這個Manager還管理了 外邊的虛擬機 這個HOSTED INDIAN 機身彈 蛋生機 蠻有意思的 如果開發者的話 可以去趕進去看 其實現在 還有那種 大家知道社區 或者紅毛的模式 都是比較激進 3.5 也同時 ProView 也開始了 接下來 跟大家示範一下 Cuture Builder 我這邊單一 是以Develop 這種形式的 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我一直以為 社區對社區的貢獻 不僅僅是開發 像剛才我們提到的 TEST 上兩位同學 對社區貢獻了 或者是寫一些文檔 或者是做一些R1翻譯 或者是直接在Wiki上去別寫一些文章 很多種貢獻給社區的方式 我這邊只提交一個開發者 是對社區封鎖 Poord社區 它用到了一個 Huric Dema審核的一個工具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 證明 Google 共谢安卓的同時 共鎮了一個 Huric 其實這個 跟社區傳統的 比如說 CNL的 人工審核的 迎接列表方式 是不一樣的 它就是相当于提供了有工具 有严格的 什么优先级啊 就是经过必须有两个人你上头 你才能比较代码合并 大家访问一下 garity.org word.org 然后 配置一下ss.com 我把它的端口来 你自己申请的用户密码放上去 然后克隆一个 project 我那边的saberproject 它表示很多 目前来说有十几个项目 最重要的比如说我的injin VDSM 然后pick pick 你就可以自己需要增加一些pitter 或者unfix 被盗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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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最好是找一些相关的人去帮你去为佑 如果 肯定的话 如果 garity 有个不好的地方 可能有人看不见 直接就是 批评 大海了 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尤其是新手的时候 而且在吐槽下 人海的 因为是它主导的项目 所以说你的后罪名如果不是人海的的话 那可能会是 他们因为有一些商业上的支持 会直至不离 这个 现在包括 其实OpenStack 是这样的 从去年Ratat的参与进来之后 因为Ratat现在 巨无霸 这些商业上 KG的软台有多 然后 一下子就把 OpenStack 社区 直接贡献者 承评 成第一 之后 现在 基本上 OpenStack社区 也就是 让它 展好重的话 最后 我们 简单聊一下 怎么去改设 这个东西 怎么去改设 这个东西 就是 你怎么想体验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 如果装单机 它是蛮简单的 然后 还有些 关于Developer 就是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帮助 然后 最后 我简单说一下 那个 我正准备的 那个 做一个 就是 Oword 就是 餐厅设计的 用户组 育名 已经申请好了 我现在正在找一些 赞助 或者 弄一个VPS 因为 其实 Oword 它是用的 用到AWS 有很多 比如说 那个 持续集成 或者 一些 Upertructure 的东西 我们可能就访问不了 所以说 他们在U库上 在U库上 因为他一般做一些教程 或者做一些宣传 他放到Youtube上 然后国内就访问不了 所以说 在U库上 有个老外 那是去年了吧 前年 他上传了几个 视频的演示 某一个功能 怎么用 但是发现 后来 U库点击量 也比较少 比如说 我觉得 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比如说 推广一下 翻译 好 我基本上今天就这么多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您好 您好 总结果是关注一些企业 你许多判了一些问题 对 对 不看一眼 不过是那个 Muster跟那个 Agent之间 通信是基于怎么样 一个协议 不是 您指的Agent 就是 VM里边的Agent 不是 就是VM之外 就是Sleep节点上的那些 罗伯传 就是刚才您那个 具体的相互的 试试 再看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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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XMRPC 就是 它这个里面就是说 可能就是VM是State for的 然后 Master可能也是State for的 就是说 它那个 可能有一些状态可以存在数据库里 但是这个 那个消息 它怎么保障它的那个 高可用 就是它会 它会证据 会丢一些 丢一些状态 就是那个 就是就是 就是那个 通与 通信的那一块 不是 那一块H1是怎么保障的 通信的H1 对 就是不知道 与VBSM之间 那个通信会有些消息 是这样 比如说 它这个就是 我刚才提到它这个架构 也被我构分了 就是说 它这个是 中央集权就是说 它那边发任何的指令 这个 这个是很被动的 就说 即使你这个东西丢了 就是这个架架没了 它会照样去发 如果发现你不在 它就把你 作为那个 作为其他状态 然后把这些上面烤的东西 迁到别的地方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中央 中央那一块H830 它 它自己会做一个成型 对 它 就是它做 就是它 它不需要关心 下注又坏了 就钱 对 就是我比如说 我设置一个 嗯 机制 三次发现你不在乎 就直接把你 就当做一些失效 这样子 我想就是问一下 就是存储那块 比如说我在虚极要做一个快照 然后我说那个快照 是存在它的本机上 还是说存在它也有什么实力 嗯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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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它还需要把那个数据 再挡到那个 Storage 刀里面去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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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一些差异化的东西 它是直接一个LVM过来 一个LV 还有一个问题 关于Sep一块 比如说用Sep做寸的后备的话 它打快照的时候 内存状态存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开机的时候 一个快照 内存的那段 内存的一个档子 它是存在什么位置 也是存在池子里吗 如果是Safe的话 那就看Safe是怎么做封锁上的 它是怎么打算 或者是干嘛 其实跟它这个已经关系不太大 可能在那个OpenStack里面 可能对那个Safe快照的那块 也没怎么做 可能就是把次盘的快照再打出去 然后内存的快照 也没大搞兴的话 它到底会把那块东西存在什么地方 还让Memory Damper的话 就是 就是你看是 如果是封锁是文件系统的话 其实这个关系 是不太大 因为这块就是在封锁那块代码里面 就是说它存内存快照 直接是Posex的协议 打开文件往里写 没有对Safe那块支持 如果它如果能支持Safe的话 我不知道它这块是 没有 这边看现在目前支持也是 基于Posex标的去做 哦 因为它的文件系统 还是 对 因为它的那个SafeFS 就GlusterFS 是走的一个Copy 哦 GlusterFS 对 好久点 之后再跟您想起来聊聊 谢谢 谢谢 那个 你自己做 你自己在Picemaker里面 跟这个偶尔有结合吗 就是在我们在3.2 3.1的时候 因为 因为它那个Manager 就是关系太大 就是它HIA 高度 整个都在它方 然后我是用Picemaker 把这个做了一个 以前你把它换掉了 没换 它原来这个版本是没有高根部的机制 但是它这个太关键了 其实它断了 就好多功能就失效了 现在Picemaker已经是 你已经把它找进去了 其实它一个堆战就是 比如说PoseGash 数据库 然后去Bounce 然后加一个 想到一个IP 然后我就把这个堆战 我会就 当时用Picemaker 就把这个做一下 就是 没 就是这么用Picemaker 好 有个问题 就是 刚才你弟弟也说 就是Why not Hopestuck 现在 Hopestuck在国内 可能炒得都比较热 然后 包括Red Hat 它 我 虽然我是在Red Hat 但是我也不知道 公司具体的策略是什么 因为我们 现在同时在做RubM 这是Over 然后同时也在做 就Red Hat Opestuck 两个策略加入 有 有报道说 Red Hat 现在是不是走 Oracle的一个老路 说 就是 因为Opestuck一代Red Hat 加入进去之后 可能就把Opestuck 车底打乱了 因为你刚才也说 就是Red Hat 可能比较之后 又排第一 所以对于开发的人员来说 它现在是从Over 转到Opestuck去 还是 还是怎么样一个态度 我想 我个人以为 就是它俩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 这个Cloud 是一个趋势嘛 还是把原来的东西全颠覆 所以说 它在那个 虚拟化这边 它还是有一段时间 它会共同 它俩会同时存在 直到你的所有应用 都转变到这个 可爱的模式 而在这个共同当中呢 就是 按照这个 用户自己选择 不可能 虽然说现在 维亚美尔是老大 占了百分之七八十 但是 如果 其他选择 虽然说 前途 不是太明朗 但是 至少 三四年 或两三年 才能存在 你要问 就是 部位 他在虚拟化方面 他有别的 他不爱的 他可以提升 专业去进行 比如说 他不爱的一些三次 没有 那个 你这个 我刚才提到 他的Fox 到KPM上 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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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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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 对 RTV 他是RTV 的 想法 对 就跟那个 Bedward 跟RT12 一个 关系 你的那个OVER的那个group 啥周啊? 啥周什么样? 一两周 那两周? 对 哪能看到呢? 我会在那个OVER的user 邮件那边上会宣传一下 对 对 怎能蹭这么多? 其他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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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